良好健康乃是建立幸福家庭的基础 而摄取各种蔬菜和水果 在帮助我们保持良好健康方面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是您可否知道 其实我们每天可能吃下许多有害健康的食物 但却不知觉呢 此外很多日常肉品也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威胁 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地在水果 蔬菜 婴儿奶瓶 奶嘴和其他用品 发现多种的病菌和农药 这与农业及工业领域大量滥用农药 除草剂 致癌物质和有毒污染物脱离不了关系 它会引发什么后果呢 这些毒素将会累积在我们的体内 造成食物中毒 严重腹泻 削弱身体的免疫系统和导致癌症 更令人担心的是 如今就连母乳也受到农药的威胁 您的日常饮食涵盖些什么 西兰花 红萝卜 花椰菜 番茄和葡萄 很多人认为西兰花有益健康 但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却显示 西兰花上残留多达33种农药 那么其他的食物呢 研究结果一发现 番茄含有35种农药 红萝卜含有26种农药 芹菜含有48种农药 苹果含有42种农药 草莓含有54种农药 以及不计其数的食物 试想想 您从这些食物中吃进了多少种农药呢 答案是288种农药 结果呢 患上精神病 癌症 糖尿病 帕金森病 儿童白血病 和先天缺陷的人们越来越普遍 另外 在互联网和报章新闻 有关农药危害人类健康的信息 垂首可得 水果和蔬菜清洗后 是否就可安全食用呢 答案是 不 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 现今农夫采用的耕种方法 导致我们的食物出现农药残留 解决方案 隆重推荐艾康的BioSafe等离子净化器 它是市面上最安全 最快速和最有效的消毒器之一 采用唯一专利等离子科技的BioSafe 能在短短数分钟内 快速消除和分解近乎100%的细菌 霉菌和农药 它产生的微气泡 能形成更大的表面面积 提供更佳和更有效的消毒 和杀菌效果 此外 BioSafe也具有让人惊叹的除臭功效 每当启动艾康BioSafe等离子净化器时 此专利的等离子科技 将会把水分子分解成亿万的氢原子和氧原子 氢原子将变为带正电的氢离子 氢氧根离子 以及氢氧自由基 一种中性的氢氧根离子 氢氧自由基是高效的抗氧化剂 透过结合细菌细胞壁上带正电的氢离子 H+,氢氧自由基能够分解细菌的破坏作用 失去氢离子的细菌变成无害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蔬菜和水果表面上的农药残留 农药配方中带正电氢离子成分与氢氧自由基结合后 将被分解成对人体健康无害的化学物质 测试结果 韩国环境及水务研究所和本地大学 国民大学UKM进行的实验室测试结果显示 启动Biosafe7分钟后 即能成功去除99.9%的农药残留 另一项由韩国测试及研究中心所进行的测试也证实 Biosafe能有效去除测试品上99.9%有害细菌 Biosafe的功效无可厚非 以下图片个别显示经过Biosafe处理和用手清洗的蔬菜及水果 在保持新鲜度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针对大肠杆菌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 只需消毒灭菌8分钟 近乎100%的大肠杆菌被氢氧自由基分解 Biosafe不会构成危害的风险 它使用非常低的电压 不会造成触电或热水的危险 它是亚洲唯一荣获国际认证的消毒器 其中一项讲喻来自Very Important Product Asia或VIP Asia 它认可Biosafe于技术、创新、美观和设计表现是亚洲的佼佼者 此外 Biosafe也荣获ROHS颁发的环保认证 它佐证了Biosafe不会产生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 显然的 Biosafe是个可安全使用的环保产品